记者杨金城台南报道 台南市水利局未提升防灾预警效能 化被动为主动 除持续推动相关治水工程外 今年投入经费460万元 水利书补助经费184万元 市府配合款276万元 在建制增加5座水位站 1座雨量站 6座驱排影像站 市南市自建的水位站累积已达77座 雨量站达23座 驱排影像站达27座 一个区域排水水系防洪条件不一样 水利局重视防洪预警 今年增加雨量桥 天宝错桥 雪甲15号水门 永康排水出口 名声桥等5个水位站 雨量桥雨量站 雨量桥驱排 天宝错桥驱排 番子田排水出口扎门 身上排水出口 京寮排水出口扎门 雪甲15号水门等6个驱排影像站均已投入监测的行列 水利局说 新建制完成的水位站 雨量站及影像站 将与原有各站 有点凉成线 在凉成面 全面监测难事的台水 水系遇台风 好与时水位变化情形 而有这些水位 雨量变化资料 可以判断出上游及水区降雨情形 透过水位站所测得知水位值符以即时影像及雨量资料 在京台南水清及时通APP推波给沿岸低洼区域所预布移动式抽水及操作人员及一眼水地区自主防灾社区作为防灾 避灾变化被动为主动可提升防灾预警效能及救灾应变预布调度 经这几年台风 好与的验证 这些非工程防灾措施都发挥了功能 例如为在低洼区的新化区新盒庄 归人无甲教养院 就利用水位站 当侦测到水位到达警戒有可能一批时 除自动通知应变中心外 设与新汉庄林长家中教养院执行室的警示灯 也会同步发出警示及警报 并同时间自动发简讯通知当地派出所 消防分队及公所 里长前往疏散居民避难 争取撤离时间